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一件事情的感受 那就是普京离婚 对 出个好兆头 挺好的 人家离婚 你觉得他这个状态 他正在要结婚 然后所以谈一下离婚 对 你可以谈谈 现在我本来 你的意思是说人家离婚 事出有因 对不对 那个因到底是什么样的因呢 就大概是这类型的 是这个意思 文道 你看 这是你信佛的人 你就明白了 人家有句话叫 这个菩萨未因 凡夫未果 就是凡夫不见棺材不落泪 他到结果的时候才知道害怕 菩萨是未因 就是种相亲的时候就害怕了 看到他的时候 看到他这个样子 就该想到离婚是什么相当 对对对 是个状态 本来小田真的 我今天还准备呢 就是给你送上这个 符合你的那很多岁数的 那个玫瑰花 是吧 但是后来我一想 那太多了 没有 太多了 20多了 不要玫瑰花 别人都说送我荷花比较合适 你今天穿的就行 荷花 所以我正是因为一想 这里多少人家偏偏家公子 今天得挖空心思 跟小田献殷勤 我想了想 我送不出什么人间没有的话 咱们就干聊吧 还是聊聊普京离婚的问题 好好好 你听了之后 你作为一个恨嫁的心 你怎么想 涛哥 哎呦 哎呦 涛哥 想是口得行 我没有恨嫁 没有没有 我觉得就是这个叫菩萨未因 我们不是菩萨 但是呢 我们要像菩萨学习 要有菩萨一样的胸怀 这种心灵 所以说呢 我觉得一切的因缘啊 都是这种前世修来的 珍惜就好 珍惜眼前 所以说我没有恨嫁 今天是我的生日 今天呢 能在生日的时候 把时间投入到工作 我很高兴 嗯 但是我们的工作 其实也没别的 就是普京离婚 你说这个普京 不是没有珍惜他的婚姻的 30年的这个婚姻呢 按说我就觉得 俄罗斯人要不然 真是很莽撞 要叫中国人 怎么着都得图一个圆满 你看这次夫妻两个人 已经一年多没有公开露面了 然后就在克里姆林宫嘛 好像是6号还是几号 就是看那个一个芭蕾舞剧 舞剧结束之后 电视台访问 俩人啊 聊聊聊聊 跟二人转似的 就聊出来了 像我们这个婚姻都结束了 就这么说 这个时刻 离他们30周年啊 只有两个月 嗯 还真是 我觉得这要是我跟小田 肯定怎么叫 那人俩一个 给大家弄一圆满 就说我们30年 没有好像还没有办手续 只是这个对外宣布 所以没准还能忍忍 我觉得也好嘛 你30周年前宣布结束了 就就免得到了30周年的时候 要搞什么庆祝 然后因为要说圆满 反而闹到心里面 觉得不踏实 说不定到时候 就反悔这个离婚的决定 反而离不成了 你想普京不容易啊 这个普京啊 当然我觉得现在的世界 真的其实越来越开化 你信不信再过50年 这总统首相 不定都得玩成什么人物呢 你看现在已经有这种 同性恋的冰岛的这种 还有这种这个 法国的这种 就所谓正牌女友 就各种都出现 所以他离婚 据说民意调查呀 俄罗斯大部分人还是觉得 就说他诚实 他选择了诚实 他至少 我觉得这个呀 不一样 因为这个整个世界 你要看的话 是几个不同的文化圈 那么俄罗斯 他算一个比较 这个独特的一个文化圈了 那整个欧洲 是欧洲他们的一个文化圈 是这种天主教信仰的 一种文化圈 那另外你要说美国 美国或者带一个英国 他们就是那种 有这种清教徒思想的 这种残余 或者说或者是影响 那种关于这种 对婚姻 对政治人物的 个人生活的这种 尊重也好 理解也好 包容也好的一种 另外一种文化圈 是不一样的 但是俄罗斯是东正教 对 他们就讲呢 说这个事情 本身就很矛盾 普京本人上台以来 他也是找精神价值 就大力推动东正教 他就认为东正教 是俄罗斯民族精神 他复兴这个东西 可是呢 这两天 东正教的一位领袖 呼吁全国的 这个东正教信徒 一起祈祷 拯救这夫妻俩的灵魂 他认为这个是有罪的 因为东正教跟天主教 很接近的一点 就是 其实东正教跟天主教 在很多方面 是比较接近的 比起他们跟基督教的关系 更近一点 其中一点 就是关于婚姻的看法 他们是不许离婚的 天主教也是不许离婚的 那么由于这些国家 不准离婚的 因此会出现很多后遗症 你比如说像最有名 就是爱尔兰 都虔诚天主教徒 那么 然后他们又不准离婚 又不准避孕 所以孩子是拼命的生 不避孕 避孕是不可以的 那么比如说 罗马天主教是一直 以前最保守的时候 是反对人家用避孕套 用安全套的 我们也反对 然后呢 所以东正教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路线 但是 但是我觉得没什么 你以前 这些政治人物 政治领袖 我们说今天的政治人物领袖 难道真的在 爱情或性生活方面 变得比较开放吗 不一定 你回看 以前不是更厉害吗 你看以前 英国国王 就是为了离婚的问题 这个跟天主教闹翻 然后接二连三 取迹一个杀一个 对不对 对 然后那种三息四切的 更不在法相 亨利五世 亨利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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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但是呢 还是不一样 是什么 刚才这个文道兄 讲了很对 就是这个东正教 和天主教 他们对待婚姻的看法 很多事一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放在 现在来看的话呢 他们的这个民主程度 是截然不同的 你想想在这个欧洲国家 对吧 他们的民主程度很高 很开放 这些国家 那我们想想这个萨克齐 他在任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07年底离婚 08年初又结婚 没关系 贝鲁斯科尼 离了两次 现在又跟这个一个 比他小多少 三四十岁的 一个小女友在一起 没关系 要有这个 没关系 但是换成是普京 这就是大新闻 爆炸新闻 全球关注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普京啊 他手托的权力太大了 而且呢 是否真正的 受到了制约 这个我不知道 不像在这些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 一个国家领袖 一个国家领导人 又怎么样 反正是选出来的 到了时间你走人 跟凡人一样 但是普京就不一样 普京毕竟身上 有这种神人的光环 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这个当前 是受到如此大的关注 甚至呢 有一定的这个舆论压力 有压力啊 当然对他们来讲 肯定是有压力的 但是这个 其实我就觉得 这两口子 他们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先看看 他们的照片啊 咱们缅怀一下 他们俩的婚姻 婚姻啊 你看 这是当年戴戒指 你看那时候 普京瘦啊 你再看 下面 在隔别屋的时候 这是生了第一个女儿 的时候 你看他老婆 看着就咸凉 你知道吗 再看下面 像谁啊 你看 你以为这是他的女儿吗 不 这是他的老婆 年轻的时候 留的咪啦 哎呦 这傻伙 你再看下面 留的咪啦 嗯 再看看 很美很美 哎 你看 这个时候太极灵 夫妻俩在公共场合啊 这个 人家就说 做出这种亲热的举止 还是不多见 但是这个 有八卦迷们就注意到 做的还是有距离的 你再看下面 哎 这是公共场合 咱看 哎 这个 这就八卦了 普京宝贝 说卡巴 你怎么知道普京宝贝 给大家解释一下 卡巴耶 你来解释 就得奥运会的那个艺术体操金牌的 是 都说 都是 哎 所以他们讲的 你觉得吗 我今天跟文道说 我说这个摩羯座的人 我经常就发现 他是一种民间形容啊 是一种苦 苦什么玩意儿啊 就这个 比较容易自苦啊 但是其实 我觉得是不是在各种文化当中啊 包括宗教当中啊 也都潜在着有一种价值观 这个就是说 人的苦 就是说 所谓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啊 必先苦其心智 恶其体肤 劳其筋骨 什么等等等等 你看啊 就是说 你要是往享受那头去 你的民望就不会太高 你比方说这个普京这个人家就说了 说尽管他离婚啊 六七成的人都表示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但维持不下去 他可以理解 但是呢 这个 有报纸评论就说 就看他下边 如果他再婚 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 或者真娶了普京宝贝 或者五的金花 那么他的民望就真的一定会降低 因为就感觉你是 你知道吗 你没选择苦啊 你去选择了甜 你怎么能享受呢 毕竟是一个这个领袖人物 人家对他是有这种道德要求的 对 就是说你背叛婚姻是为什么 如果你们确实是走到头 那么还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你是奔了那头 你看这个老百姓 其实我认为这也是不理性的 也可以理解 就会到头来 就你喜欢的和我们一样 有什么了不起 就这样子 那难道说他要去 比如说养老院啊 或什么 认识一个人 然后他就果然是伟大领袖 你说民间是不是有一种这种 我觉得不会吧 我觉得 当然我不太了解 俄罗斯文化在这方面 是怎么去看 但是 坦白讲 我听说 我看到报纸是讲 俄罗斯的舆论 对这件事情 不是太关注 当然俄罗斯舆论是受控制的 我们也都知道 是个鸟笼中的言论自由 他们是一个 但是这个问题 比起他的政治上别的问题 不一定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看来 我们知道在俄罗斯 有一个反对普京的势力 正在抬头 越来越茁壮 所以就要看 判断这件事 对这个反对势力 是不是有效 那你如果拿出他的离婚 来攻击他的话 那多半都是一种 你想象得到 是一种道德上 比较保守的势力 来谴责他 对不对 站在一个道德保守的立场 所以说女人的选票 会流失 会流失 但是呢 你现在他的反对势力 不一定就是 道德保守的那一批 所以我想讲的是说 两种东西 是不一定是重合的 就反对他的人 多半都是在俄罗斯 是比较开放的那一批 而你如果现在 谴责他离婚的话 那你一定是 道德比较保守的嘛 这两批人 不一定是同一批人 我记得当时在这个 就是上一次 俄罗斯总统大选的时候 五个候选人 其中有一个 就是俄罗斯一个这种 反正数得上名号的 一个这个巨谷 富商 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广告之后 你一定要跟我们讲一讲 江江三言行 过广告之后见 小天刚才讲讲你感兴趣的 俄罗斯那个富商巨谷 具体名字我不记得了 但是我知道是 反正绝对是一个 钻石王老五 然后应该说是一个 做资源的吧 在俄罗斯 然后呢也是很年轻 能源的吧 能源能源 对 然后呢那个 很高大 长得很帅 然后呢一堆的女朋友 但是就是不结婚 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出来就那个 要竞选 但是后来呢 反正说来说去啊 最后这个人什么 反正最后有 有这个消息来源说 实际上他是个陪榜的 他最终支持的 就是普京 有这样一种说法 那这跟他的婚姻 是什么关系 但是他很受欢迎啊 也就是说在俄罗斯 他是不是真的 这个对于婚姻 就是足够的保守 对这样一个 这种完全的花花公子吧 是吧 这个花花公子的 这种极致典型了 对这样的一个人 到底接受不接受 实际上还是接受的 很多女性都投他的票 但是这里面 还包含另一个状况 就是说他就算是 花花公子 但重点是 他还没结婚 他只要一天没结婚 他做花花公子呢 大家就比较容易接受 就比如说 像意大利也是这样 然后呢 当他没有结婚的时候 他又高大 又帅 又有钱 那就对很多女性来讲 那就意味着一个梦想 有多少女人 就是觉得说 这种男人 谁都征服不了 说不定被我搞定了 对 真是 看不见 就是看得见 摸不着 是吧 然后你知道 你刚才讲这个意大利 我就想起这个贝鲁斯科尼 他这个前妻 我觉得好 我也愿意 你说哪一个呢 我也愿意当 就刚离婚的这个 刚离婚 因为我今天还看到 你知道给多少钱吗 知道 这样 他呀 每个月 给他245万英镑 离婚的赏养费 相当于一个月 贝鲁斯科尼给他这个前妻 2450万人民币 平均一天给8万英镑 我说这个婚姻 他就是打我 我都愿意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给那么多 不贝鲁斯科尼 就你有钱嘛 你贝鲁斯科尼几百个亿啊 就是就是 所以你知道现在美国 都出在 我最近看这个美国那个 Time Square 冒充懂英语 别人跟我说的啊 美国杂志都在讲这个问题 美国现在酝酿修改这个法律 就是说 离婚赡养费啊 那不能这么要 就把男人呢 真的是弄的 就是完蛋了 就是说 永远的付这个赡养费 过去的法律是这么规定的 但是这在美国出现了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那些前妻们 前妻们和这个孩子们 甚至有的就赖在这个身上了 甚至自己不工作了 而且呢 你知道提出最不满意的是谁啊 还不是美国男人 而是美国男人的新妻子 这个新妻子啊 就是说 为什么她永远在这 你明白吗 就说你给钱 给钱好了 但是为什么她永远是我们生活里的一件事 就是 所以说美国女人简单啊 这些新妻子怎么不为自己的未来想想啊 她可以抛弃前一个就不会抛弃你嘛 现在抱怨什么 对不对 你真是 你应该多想想这方面了 没有没有 我倒不会想 但是我觉得婚姻这个东西 好像有这个研究说 婚姻到底是谁发明的 最后啊 就是专门有这种史学家去考证 最后答案你知道是什么吗 女人 婚姻这个东西啊 就是发明出来 它是一种社会机制 来这个权衡制约 男人的这种欲望 男人的这种贪婪 和这种征服欲的 所以本来就是 她的这个本性 就是去制约 你现在去反对她 可能有 可能有 但是这只是其中一个 可能无足轻重的 我跟你讲 你要这么讲 我给你提供一个反例 当年这文道就熟悉 这个欧洲的历史 你知道这个哈布斯堡王朝 我那天看一个纪录片 讲世界名画 哈布斯堡王朝 原本是荷兰附近 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家族 这个家族统治欧洲那么大地方 统治长达六个世纪之多 六百多年 靠什么 这个家族就讲 我们不靠武力 不靠战争 完全靠婚姻操作 不断的婚姻操作 最后他的王国遍及欧洲的疆土 葡萄牙西班牙什么的 所以婚姻的意义就很复杂 但是我就说 其实普京这段夫妻 俄罗斯我认为 其实有男尊女卑 很严重 你像咱过去就说过 柳德米拉有一次接受采访 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有报道这么讲 说普京非常好了 就他从来都不打我 从来都不打 就称赞一个老公 而且这个 柳德米拉就是 说这个普京啊 跟他已经不住在一起了 其实 哎 闻到今天这个婚姻是什么 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婚姻 小天 这个也不能失去信心 有很多美好的 但是呢 据我所知 有相当多的夫妻 他们是没有条件 凡是有条件的这个 非富即贵的这个 很多的夫妻 几十年的夫妻啊 事实上跟普京他们差不多 据我所知啊 已经不住在一起了 对外说是夫妻 但是实际上已经 各过各的了 但是只是碍于 各各各各种因素吧 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个 这个婚姻 为什么是特别是有钱的呢 他你有条件 你才能分开住啊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说贫贱夫妻百事 哎呀 我就觉得哎 你有的时候说 这夫妻俩 你有钱吗 有些人离婚 离离离就 你知道他们说有的明星 为什么 我整天拍戏 就是因为老离婚 一离婚分一半 一离婚分一半 好家伙就是为前妻 那你说非富即贵 你想想人家奥巴马 怎么了 奥巴马 非富即贵 人家挺好了嘛 美国总统 那跟这个妻子那么恩爱 至少我们看起来 对啊 他们是不错 他们是不错 但你觉得普京这个 是不是普京的大男子主义 是很明显的呢 我不知道 但是也许俄罗斯人 是推崇他的某种的这种气质 要不然的话 普京干嘛老是要表演那种 又打死黑熊啊 又潜水救人 如果你觉得 他是个好莱坞的 那种电影里面的那种角色 他恨不得把自己变成那样 他国民就高兴 你想想看 他文化是这样的一个文化 是不是 而且这个 你像柳德米拉 其实咱们就八卦啊 咱不了解人家夫妻怎么回事 咱就像你八卦周刊 就是这么猜的 我要是这么猜啊 我就觉得普京对柳德米拉 大概不大好 真的 就是他这种男人呢 太专心于这个事业了 而且那种啊 柳德米拉真是 普京的约会 你知道吗 柳德米拉曾经写过呀 就说他迟到十五分钟 我甜蜜的等着他 他迟到半个小时 就甜蜜的等着他 说他迟到了一个小时 柳德米拉说 或者眼泪都流了出来 但是我还是等着他 最后他迟到了一个半小时 哎呦 天哪 还在甜蜜的等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小甜喜欢法国式的 是吗 浪漫啊 无君无束啊 而且我觉得对女人 有足够的尊重 而且男人的话呢 没有那种 很多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去束缚他的思想 刚才不是咱们还在聊吗 那个拿布伦对吧 拿布伦他就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就爱上了一个这个 已经离也不是 到前夫已经死了的 约瑟芬 不管自己的这个母亲 什么的怎么样子的阻碍 而且呢 当时他们在见的时候 约瑟芬还是他的 顶头上司的女朋友 不管我就是爱你 在前方打仗 给他写信 来看我 来看我 去了 带着情人 没关系 就这种很generous 很慷慨 很自信 你这份言论对你的征婚 没什么好处 我没有讲征婚 跟你们老公也是很慷慨 你带着情人去见他 他也没关系 没有 我们这是完全是一种 民族性格的研究和比较 而已 纯学术讨论 对对 不表达 不表达 他是特工 克克勃 对 然后他的太太 是跟他在那时候结婚的 对 我觉得那是一种 很奇怪的状态 就假如你是一个 非常专业 非常重要的 真的是执行前线任务 据说他是 真的是agent 他真的是执行 前线任务的特工 对 你做这种工作 你的太太是什么样的人 你跟他是什么样的关系 已经不太可能是正常的关系 组织安排的 然后 对 从根上去不正常 然后经过了那么多年 但是我觉得他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